出发 先去一下青山早知道 迪哥说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说明这个很重要 而且先找到这个村子里的地图吧 完了 这个村庄太大了 我们要跑到红年马月 我刚才分析了一下我的 我的初始道具 它应该是 为了我气血不足而准备的一张椅子 走累了就坐一会儿 我初始道具还是很人性化的 这像是人的家 我发现我在这里找东西有优势 我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青山早知道 你晓得吧 青山早知道 青山春委会来给你们 春委会吗 没有人 我找到了谢谢 好的 家 家族 在节里 宝莱坞附近 这个比较重要吧 感觉这跟我的颜色没有什么关系 拍下了青山村的地图 但是我得找到这些颜色 我本来以为地图上会看到这些线索的 你好 你怎么偷偷跑出来找线索 没有 我过来散步 你过来散步 师傅他刚才问了你什么问题 我问他在这儿 为什么要砍这些竹子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看你的手机呢 我看到那个老师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东西 一个黑色的 你去看一下 王爱宇 家里叫吃饭了 老师你也有这个吗 有 谢谢 没事了 所以这玩意儿确定是椅子 其实我一直都不确定我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说正常的椅子 应该是纯黑的 对吧 我这五彩斑斓的椅子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红 蓝绿 黄 橘黄 有问题 好 来吧 来吧朋友们 哇 这个学名叫什么 学名叫葱油拌面吗 好香 绝了 这种好好喝 不知道 今天不减肥了 轻食 轻轻地咬断这叫轻食 轻轻地吃 这是 这是凉拌的好 不是 这个是炒紫苏黄瓜 睡做吧 学员 做不错 哪个东西有那么爽 紫苏黄瓜 睡做吧 我做的 轻炒紫苏黄瓜 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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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硬刚好 刚刚弄得好 好好吃 好好吃 我很少我一年估计有 有五次能吃家里做饭 三次 把这盘 都淘了 别淘了 小田这么能吃 那你不胖 吃得胖吧 我现在还好 武艺谁让你减肥的 自己觉得的吗 大家都觉得 大家 我的团队 他们直接说 还是很隐晦地说的 从隐晦到现在开始 直接说 他们就是说我修图 太难修 已经修的 会被看出来 对 那就让他不要修 不修真的看不了 用歌声征服大家 谁要用这个 歌声也征服 生活不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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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山生活早知道 早知道 好难说 青山活动早知道 有人找到了吗 看到 有找到 远吗 很近 因为此时此刻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道具 熟不熟悉 不熟悉 你摸锁了吗 孙杨好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我还没开始摸 我已经摸锁透了 刷椅子 是椅子吗 对 我那个一看就是要卖力起来 没有什么智力因素 我摸到第二步摸不走了 你都已经到第二步了 你都已经到第二步了 就是我拿到光碟 光碟的下一步到那儿了 你已经到光碟的下一步了 好 我现在走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焦虑了 武艺怎么样了 我还在查英文单词 其实我来到这里 没想过要拿宝藏 但是我的目标是一定要找出 拿到宝藏那个人 你说出我的策略了 我真的吗 我真的就是打算这样 你也这样 前五期都先 对 让那个找出来的那个人 把宝物交到下一期 狙击没力 最后一期的时候 扒一把大的 观众想看的是这个 叠了六个 这个最后一集没人找到 完蛋 多么同归于尽的一个玩法 做游戏了